这套房子位于杭州广沙天都城上唐原住小区 1月份王女士跟浙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签下了认购书 支付了5万块钱认购定金 他们房子是二年就年底的时候下半年就交付入住了嘛 然后还有30套左右的那时候跟我说啊 他说没有卖完呢 王女士介绍房屋建筑面积115平方左右 总价260多万 位置在顶楼签认购书之前 他到房子里看过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嘛 不懂的 然后就当时没有看出来上面有修补过的那个痕迹 我是准备周三的时候来付安基钱的 带着我舅舅过来一看 他懂一点嘛 帮我一看 然后就说这上面怎么这么大一个水印啊 漏下来了 然后到顶楼上面面板上一看 全部都是裂掉的 王女士提供了照片 说是房顶这种颜色较深的圆形区域 就是漏水的地方 还有些地方 他说是修补过的痕迹 我家现在其实住的也是顶楼啊 那是20年前造的房子 也是住了十几年之后才漏水的 也没有说新房子 你说住了半年吧 你就说漏水了吧 王女士希望把定金退掉 她带记者来到附近一间商铺 门口挂着天都城 天和院营销中心的招牌 在这里 记者见到了当初带王女士看房的销售 我们只是看下表面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嘛 是吧 如果说真的我能也能看得到 或者有明显的这个这个渗水迹象 那我肯定会告知的 如果他从专业角度上看 好像发现了一些瑕疵 什么问题 那你这种后期确实是有渗水吗 我是没看到有渗水的迹象 有红迹啊 它是 它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粉刷 从它的专业角度来看 它说是粉刷可能是掩盖这个 这个渗水的痕迹 对 那具体的情况 我不知道是不是掩饰这个东西 这位工作人员说 他们是第三方销售公司的 王女士提出退订金的诉求之后 他们也一直在帮忙跟进处理 王女士通过微信 联系了这家公司的一位郑总 你过来采访 我不接受你采访的 你要联系来客户跟我联系 好吧 我没有权利接受你的采访 王女士跟郑总进行了沟通 对方说是会向天都实业反馈 过两天给王女士答复 记者来到天都实业的办公点 前台工作人员说 他们是另一家销售公司的 天都实业的人没上班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让工作人员帮忙转达 截至发稿 没有收到回复 188黄剑记者报道